Hello 大家好 我是黑白仔 深圳美食真的要花點時間去到法國 今天找到一間超低的套餐價錢 一個人已經可以享受到超級沙漫的龍蝦刺身 還有黃油龍蝦鉗 龍蝦湯 這個套餐裡面還有包括很多精緻的前菜 黑松露鮑魚 甜蝦胡麻豆腐 除了刺身 還有壽司 這個餐還有西京碟魚燒 還有火腿鮑魚拌麵 吃完甜品就大滿足 加上環境靚靚 可以在板前看著師傅去到攀任 壓壽司 很適合大家靜靜地和朋友聊聊天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間小酒館是位於哪裏 就記得Subscribe 下巴仔這個Channel 按LIKE 和Share 我們就馬上去片 很久沒在南山區找東西吃 這次引到我過來的是 是知道有間小酒館叫做Mo Bistro 他們新推出了龍蝦套餐 挺划算 所以我和朋友做決定在深圳灣口岸出發 直接叫車 8分鐘就已經到 如果你由其他口岸出發 又打算坐地鐵的話 就可以坐到去地鐵 2號或者11號線的後海站 然後出J出口 出到去之後 向右手邊走 很快已經看到五礦金融大廈的指示牌 來到這個位置 進去搭碟上三樓便到了 一進去 已經感受到這裏是用木系的裝修為主 但同時它也透露少許 modern的感覺 挺舒服 這裏座位有分好幾種 如果大家想近距離欣賞師傅的手藝的話 就可以坐這裏 如果想靜靜地聊天的話 我們今天坐的桌子也很滿意 另外如果想和朋友追求有私人空間的話 其實它們都有很多包房 任大家選擇 坐下之後 店員都很貼心 立刻幫我們沖茶 還有遞上暖粒粒的毛巾 另外也送上兩杯葡萄汁飲品 最可愛是 裡面的冰淚竟然是心形 再加上它粉紅色的外表 甜甜的味道 應該令女士都會很喜歡 雖然這裏的菜單都很厚 因為它提供的食物款式種類都多 不過我們畢竟是沖著498龍蝦套餐而來的 所以毫不猶豫就叫了它 先來講講前菜 第一味是甜蝦胡麻豆腐 你是不是以為 簡簡單 一塊暖豆腐上面淋一些胡麻醬 那你就猜錯了 因為這塊雖然看起來像豆腐 但其實它是胡麻和淡奶油一起精製而成 所以吃下去它會同時吃到淡淡奶油香 和胡麻香 不過放心它感覺不是很滴 反而是很清爽 可能你都關回它們搭配的甜蝦和高湯啫喱 這兩樣都是帶比較鮮甜的味道 這個前菜就比較少見 印象很深刻 然後就到核松露鮑魚油煮 夾起鮑魚 就已經知道它的質地是比較柔軟 入口的時候會吃到淡淡的酒香味 而吃下去質地又有一點大顏的感覺 也挺新鮮和挺厚 搭配黑松露鮑魚乾醬 這幾樣又配合得很好 沒有搶到鮑魚的焦點 反而襯托了它的鮮甜 旁邊也有一塊壽司飯 這個前菜的味道層次感是比較豐富 而下一樣菜式 也是我今餐最期待的菜式 就是刺身拼盤 其實我們也走到它板前 看看師傅砌刺刺身拼盤 看到它的技巧也很純熟 三兩下手製就已經處理好龍蝦 我們的刺身拼盤上桌了 這對採用的是波士頓龍蝦 上桌的時候龍蝦還在動 而且它的尺寸比我想像中大隻很多 差點連這個碗也兜不住 不如有等廚 先介紹一下刺身拼盤有什麼 你好 這是鮮甜的龍蝦肉 然後我會使用魚針雕和番禮貝 吃的時候可以把魚片放在鼓掌上面 幫腺膜的三葵塗在魚片上 再沾架 我能吃到魚片的鮮味和芥末的香味 來 用你 謝謝 先試試龍蝦刺身 雖然你是師傅介紹 可以點少少的芥末油一起吃 不過我也想先試試原味 入口已經感覺到它很新鮮 質感是比較有彈牙 有驚喜的是原來裡面有一些柚子皮 所以變相吃起來很清香 而另外三文魚、鎮鵛、梵立杯 這些刺身表現都不錯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它可以切到這麼厚肉 份量都很大 接下來下一道菜式就是西京碟魚燒 很喜歡這個擺盤 挺優雅 碟魚是先用日式的西京醬去醃一葉 然後再拿去燒 它外面那種魚肉 帶有烤過的香氣 特別這隻碟魚 它的魚油也很重 所以入口的時候 它的質感是比較滑順 而西京醬的調味都恰到好處 魚肉依然是主角 很嫩 充滿油香 我很喜歡 下一道菜式就是黃油龍蝦鉗 不錯 師傅是剛剛刺身拼盤裡面的龍蝦 拿了他們的鉗 去做這道黃油龍蝦鉗 肉眼已經看到蟹鉗 不過最厲害的是 師傅也跟我們說 原來蟹鉗蝦面 也有炸天婦羅 希望這道菜有多點的口感 就這樣單單試一試醬汁 超級濃郁的龍蝦味道 一斤接著一斤會停不住口 而黃油龍蝦鉗 這次它的質感是紮實一點 不過甜度是再硬一點 也挺有咬口 而我們聽師傅指示 嘗試一口放入口 一口已經吃光龍蝦鉗 天婦羅 還有龍蝦醬汁 這個時候就感覺自己太幸福了 剛剛龍蝦鉗比較濃味 所以接下來下一道湯 就是龍蝦湯 它這個看起來清淡一點 不過整個龍蝦頭在那裏 也挺有看頭 它的湯底就好像平日式木魚糕湯 裡面還有一點味噌 這碗湯雖然走清淡一點的路線 但是龍蝦頭的膏 也一樣熬了進去 味道非常不錯 再下去 肚產還有食物 這是當日的特選壽司六罐 看到這裡的壽司 都已經塗上了少許的豉油 而裡面也會包了芥末 其實也不用再特意的愛點豉油 這裡的壽司 我最欣賞當然是他們的拖羅蓉卷 拖羅蓉堆得很高 一口入口 非常之綿密 好正 另外還有比目魚 絲魚 南奇吞拿魚壽司等等 魚生都是很新鮮 而且每一件壽司已經塗上醬油 另外裡面也有些芥末 這些是我平時在高級的日式餐廳 才會有的做法 醋飯味道都不錯 調味得很好 不要以為這個套餐只有六罐壽司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罐 大家最愛的鵝肝壽司 我們兩個那塊鵝肝都是超級大 看到它表面燒到有點焦脆 而下面墊底有芒果、飯 還有成為了天婦羅的炸紫蘇葉和醋飯 這個我們夾好之後 一口咬下去 真是超級多重的口感 這個組合都挺有趣 而套餐的主食 就是火腿鴿鴿裙邊拌麵 碟完有介紹 這個拌麵的湯底 非常濃郁 湯是由一些老雞、老鴨、排骨 去到牛 所以喝下去很滋潤 比較濃稠一點 而上面放了很多的金華火腿鴿 和鴿鴿 而下面的就是一些素麵 剛才吃了比較多生菜 這碗麵的出現 可以讓我再暖一個位置 素麵很成功可以掛到湯 加上一些金華火腿鴿 這個大家一定要吃 最後碟完也會送甜品上來 而今天我們吃的是 南瓜巴斯黑蛋糕 我自己是巴斯黑蛋糕的忠實粉絲 這裏的質感做得不錯 之後南瓜的調味 我自己普遍覺得不太合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今天這間沒有Bistro 的確是做到 給到驚喜我的效果 因為它的價格真的非常相宜 一個人已經可以吃完整隻龍蝦 由頭到腳都吃完 而土餐裏面的其他菜式 都絕對沒有吃你 我覺得很有特色之餘 也都很適合我們口味 如果大家有機會過來試一下 這個龍蝦土餐一定要吃 希望大家喜歡下輩子今天的推介 請繼續follow我們 今天我們最新消息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拜拜 至少神 對 inconflies 好